很多人都會說他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房子 但準確來說他們其實是找不到好的房子 所以我們這次就來提供你們幾種比較常見的租屋的找房的方式 那找房子呢基本上有五種管道 那首先第一種就是在社區的報告欄上的紅單 那所謂的紅單呢就是它下面會有一些聯絡資訊 很多個你可以把它私下帶回去做聯絡的 就是會有一些屋主會把他們的租房資訊 可以在一些公共的布告欄上 甚至是在電線桿上 等等一些比較顯眼的地方 這種其實最近比較少看到 或是你要跑到一些比較傳統 或是比較老社區 或是比較有歷史的學校附近才會看到 那它的特色是說它的房子可能會比較便宜 因為它房子原本比較老舊 所以它可能黃油會比較便宜 如果你真的是預算不多的人是 你可以考慮一下這種方式 那第二種就是找租屋仲介 那其實這裡大家可能會有個迷思 就是找仲介就是浪費錢 其實不是這樣子 在真正主力市場健全的國家 舉例來說日本 你要找租屋你一定是要找仲介 為什麼呢? 因為仲介它可以幫你處理很多 你不知道的事情 像是整個簽約流程啊 或者房子 所有的狀況你要怎麼辦 仲介可以幫你做對口 幫你跟屋主去做解釋和周旋等等 所以仲介是一個蠻重要的角色 那第三種呢 就是在網路上加入一些社群平台的租屋群 或者社團 它這個方式的特點是說 因為可能你在其他網路平台啊 你都需要透過打電話說話的方式 就是去約看房等等 那在這個平台上面呢 有些人會直接先把房子放下去 那你要租屋的時候 你再用秘的房子去聯絡人家 所以用文字的方式在勾風 對某些人來說吸引不斷就會比較少 所以就更容易去找到更多房源 然後一次去聯絡很多人 第四種 就是找物業觀 也就是所謂的品牌房源 那簡單來說就是有比較專業的個人或組織來出租 它的好處就是說 是有專門的人在經營和照顧你的房子和你的生活 通常在這些品牌房源中 他們的房子都是有經過一些室內設計 所以都會看起來比較美 看起來比較舒服 住起來比較舒服 房子美 整個住進去的事情都好起來 然後你也不用額外去添購一些裝飾品 或者是一些家具 因為通常在這種物業管理 或是品牌房源裡面 這些東西都是隱隱俱全的 而依據品牌的不同 也會提供給你不同的附加價值 有些會強調共生與室友的相處交流 讓你回家不再孤單 有些強調你會有國際室友 你可以回去跟國際人士做朋友 然後或是有些會強調會舉辦一些活動 讓你生活更富有樂趣 那簡單舉幾個比較知名的品牌 像是酒樓啊 拌飯啊 香蕉共生啊 甚至是從日本來的Boris House 還有我們的宿客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歡迎多上網去查一查這些東西 這些品牌的資料 那最後一種 就是在租屋平台上面去造房子 大家都一定很常用這個方法 但是除了五、九、一之外 你有什麼別的選擇呢? 你還想聽到我們分享很多 有關的什麼事情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按讚、留言、分享 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